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Coding Disney 这一节我们看一看在一些面试算法题中 简单的题目中或许隐含着一些难以察觉的陷阱 在算法面试中,很常见的考察题目就是将数字转换为对应的字符串 或将字符串转换为数字 也就是让你实现西加价中的类似的一些酷含数 例如A2i或者是I2a 这类题目的实现其实不难 但是很多情况下,就算你给出了算法实现 但也很可能达不到面试官的要求 那是因为这类表面上看起来不难的题目 在实现中往往会隐藏一些陷阱或总是暗坑 一旦掉入到坑里面,要想再通过面试官的考核就有点问题了 下面我们分析两道该类算法题 看看如何避免这类问题所蕴含的陷阱 第一个问题是写一个函数 功能是实现数字不同境之间的转换 函数的第一个输入参数是代表数字的字符串S 第二个是一个整形B1 表示S这个字符串所代表的数字的禁制 第三个参数也是一个整形B2 表示要转换成的最终的这个数的禁制 其中B2和B1都是在1和16之间 假设呢,这个函数名为Number Convert 那么Number Convert输入这个100这个字符串 然后这个10,10表明这个字符串所代表的数字是10进制的 然后把这个10进制的这个100字符串转化成一个16进制的数 那么返回的100就是100的16进制 最后这个函数返回的就是64 64呢,就是这个整形100的16进制的表示 那么处理这道题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S所代表的数字不一定是10进制的 这里面所代表的数字不一定是10进制的 有可能是12进制或8进制的 不同的进制间的转换呢 最好的处理方法呢是先将这个B1的数这一个数转化成10进制 然后再把这个10进制的数转化成B2所对应的进制的数 那么我们假设一下 我们看一下具体做法就是假设字符串 我们有一个就是Ak1 Ak这个k-1k-2和04这个字符串中字符的这个下标的序号 假设我们有这个k个字符 这个字符串有k个字符 这些k个字符分别是Ak1 Ak-2 然后一直到A0 那么它代表的是B进制的这个数字 那么这个字符串所代表的10进制数 如果说这个字符串原来是B进制的 那么转化成这个10进制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这个公式来进行运算转换 那么根据上面这个公式呢 我们就可以实现一个将给定进制的数 转化为10进制的这个函数 假设呢我们给定了这个S的字符串这个数字 S表示的是输入了这个数字的字符串 B呢是表示这个字符串所代表数字的进制 那么这下面的这段代码呢 是把这个首先呢是把这个字符串 把这个字符串里面转化成相应的数字 然后通过这个通过在这里呢 通过我们给定的这一个给定的这一个公式 转化成相应的10进制数 那么也就是这个函数的功能 就是把给定的字符串 以及这个字符串所代表的进制的数 转化成10进制的数 那么这个是这个代码 代码看起来似乎不难 这个代码实现的功能呢 实际上做的就是这一个公式的功能 那么这个代码似乎不难 我们做完了之后写完了之后 也就这么几行 大家可以在自己的这个环境里面 用纸和笔或者是用机器 把代码写下来自己练习一下 OK那么大家把上面的代码做完了之后 大家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 如果输入的字符算是20 那么是16进制的20 那么输出的结果是32 因为20的16进制转化成10进制的话 是32 如果输入的是1B 然后它的进制是13 那么输出的结果是24 那么因为24的13进制表示为1B 那么若干之测试之后 输入相应的数字字符串和对应 以及它这个字符串的数字对应的进制数 函数都能返回正确的实进制数 那么大家思考一下 上面的实现有什么问题吗 也就是说我们输入相同 给定的参数 给定正确的参数 我们的得到的结果都是正确的 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我们的做法就没有问题了吗 大家可以想一想 OK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里面的做法存在着一些什么问题 那么如果你找不到上面代码的问题的话 那就表明在如果是实际面试情况的话 那么我们去面试的时候可能会掉到坑里面去 一些看似实现不难的算法呢 它往往隐含着一些非常容易出错的边界条件 我们就以上面的代码为例 如果S代表的是一个负数的话 那么前面会加一个一杠这个符号 如果S是非法字符串 例如含有这个非法的字符 那么如果S的形式是正数 但是前面又加了一个正号加号的话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输入这些参数的时候 我们的代码词情就要出错了 再者如果B的值小于1或者大于16 那么在这些边界条件之下 我们上面的代码都是要出问题的 那么我曾经拿过此类的题目去面试候选人 95%的候选人能写出上面的代码 但都无法对边界条件进行周全的考虑 所以写错了 进行周全的考虑 所以边界判断是算法面试中非常要注意的事项 他们也是算法面试中的陷阱所在 当你发现这个算法的实现比较简单的时候 那么这往往是一个信号 这个信号就要求你要提高警惕 注意处理边界条件 以防止这个 跳入这个面试官掉入这个面试官的这个 面试官的这个考察陷阱 那么当我去用这些题目去做面试的时候 很多这个面试者呢 求职者呢 就掉入到了这个陷阱里面 他们往往就忽略了这些边界条件的考察 OK那么最典型的就是大家如果去面试的话 往往就是让你实现一个这个 STRCPY这个拷贝函数 那么这种考察的目的呢 根本就不在于是不是会实现这个函数的 这个字符创拷贝的算法原理 重点是考察你对边界条件的判断 你要想通过考察 那么你必须判断在写代码的时候 必须判断这两个指针是否为空 那么同时要判断这两个指针是否是完全相等的 如果这两个指针相等的话 那完全就不需要做多余的拷贝工作了等等 那么这些判断条件 其实才是面试官要考察的重点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那么这里面给定这个题目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去做相应的边界条边界检查 那么这里面的代码实现呢 完全就不进行任何边界考察 边界的这个检测 那么因此呢 这也是无论是在面试的时候 或者是在正常的这个具体的生产代码之中 往往都不会注重这个边界考察 那么一旦这个代码形成产品了之后 那么在使用的过程中 往往会出现一些 一旦遇到一些边界条件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软件产品往往就会出现崩溃 或者一些异常出错的等一等一些问题 所以这个边界检查是写职业化代码的一个必要条件 OK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这个实进制的数如何转化为其他进制的数呢 那么假定我们要转换的进制用b来表示 也就是把一个实进制的数转化为这个b进用这个数 这个变量b所表示的这个进制数 那根据前面讲到的公式呢 如果要转换的实进数实进制数 我们用这个v来表示 那么这个 那么OK 那么我们要得到现在的话 如果我们已经有一个这个b进制数的这个 呃 制服数字的话 那么我们就把b进制呢 转化成这个实进制呢 用的是这个公式 如果要是把这个 要把这个实进制转化成这个b进制的 我们只要把这个公式逆过来 逆过来 然后求出每一个k1 ak-1 ak-2 这些ak-3 一直到a0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公式逆过来算 OK 这里面这个呢 做的是这个 取的是这个次密 这个表示b的 k-1次密 大家要注意 这个表示b的k-1次密 因此我们要想得到这个ak-1a0呢 根据上面这个式子呢 我们不难发现 我们要得到a0的话 只要用这个v 对这个b做一次求鱼就可以了 那么要得到v1呢 就拿这个v除以b 然后再用这个v1的值去对b求鱼 就可以得到a1了 所以那么这个公式依此类推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实进制 转化成这个b进制 OK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公式 逆着求一下 把所有的这个ak-1 ak-2这些 这些对应的这个数字求出来 就是把就是这个从实进制 转化成给定进制的过程了 于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有下面的代码 OK 大家实现下面的代码 大家看一下 这个intoSTR 那么这个代码的实现 大家可以自己去检测一下 那么这个代码呢 大家如果拿这个代码去运行的话 那么输入相应的实进制数 然后再输入相应的进制数 那么得到的结果呢 就得到这个把实进制 转化成相应进制后的这个数的 这个字符串行式 大家拿到代码可以试一试 那么上面这段代码呢 它的逻辑虽然都实现了 但是有了前面的经验 大家都应该知道 这一段代码的实现 存在什么问题了吗 那么也就是说边界条件的处理 我们这一段代码里面也忽略了 那么什么样的边界条件呢 大家可以自己去分析一下 OK 那么边界条件的处理 实际上体现了这个工程师 心思的甚密程度 在面试中往往用来考察 这个合适的候选人 是否能够满足这个 真正的有真正杂实的这个 从业功底 那么这种边界条件的考察呢 就是要在面试中 将合适的候选人给筛选出来 那么如果你心思甚密的话 注意在这个算法实现的过程中 加入这个边界条件和错误样力 错误输入的判断的话 那么你可能也得到这个 得到工作的这个机会 就大大的增强了 OK 那么类似的 前面呢 除了这两道 除了这两道题 除了这一道题之外 我们再看一下第二道题 第二道题也是以这第一道题类似 那么我们看一下 类似 那么第二道题的题目是这样的 类似于Excel的运用 我们他们都喜欢用字母来对每一列 进行这个编码 例如第一列编码为A 第二列编码为B 然后一直第26列的编码为Z 那么第27列的编码就是AA A28列的编码就是A B一直到Z 然后就AAA B等等这么转化下去 那么其中的A显然就是对应于1了 那么要求你实现一个函数低扣 这个扣ID 那么输入的是上面这个字符串的编码 返回的是字符串对应的整形数值 OK大家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可以自己用笔盒子试一下 这也是一道在这个算法面试中 比较常见的一道出现比较频率比较高的一道题 特别是在这个外企中 特别是欧美的这种软件外企中 运用的比较多 那么有了前面一道题的解析 那么这道题大家处理起来应该不难 那么首先把它们转化成实进制看 那么Z就等于26 AA就等于27 由此上看上面的编码 实际上就是以26为进制的一个编码系统 并且该系统不存在数字里 因此我们要把字符转化成他们对应的数字 例如ABC就要 就实际上就要转化成对应的这个123 由于是26进制的 那么根据前面这一个 大家注意看 根据给定的这一个 给定的这一个 给定的这一个公式的话 我们这个B实际上就是26 那么通过这个公式呢 我们就可以把给定的字符串 转化成它对应的实进制的数了 那么具体的实现代码如下 大家注意看一下 OK 具体给出的代码实现如下 OK 那么这里面呢 当我们输入的是一个这个字符串的时候 根据我们这个给定的这个26进制的数呢 在这里面我们先把这个字符串对应的数字转化成一个数 转化成这个 转化成对应的这个整形数 转化成整形数数之后呢 再利用上面的公式转化成26 通过它是因为它是26进制的 再通过前面提到的公式转化成实进制的数 所以大家注意看一下这个ABC呢 由于A对应的是1 B对应的是2 C对应的是3 然后根据这个26进制 我们用上面的这个公式一转化 得到ABC对应的实进制数 实际上是731 那么实现的代码就在这里面 OK在这里面我们先把这个 这个字符串中的字符转化成相应的数字 然后再运用公式转化成实进制数 OK那么这里面 这个代码里面的逻辑其实不难 大家自己试着做了之后 做完了之后 那么有可能 有极大的可能 你的实现跟我在这里面的实现差不多 那就意味着我们在思考过程中 就少了一些东西 那么经过前一道题 前一道题我们的描述 大家如果实现的情况 跟我这里实现类似的话 那么大家应该意识到 我们在思考过程中 可能欠缺了某一些东西 而这些东西就是这个边界条件的检测 以及错误用力的 以及错误用力输入的处理 那么这在这个算法面试中是非常重要 特别是这种看似非常简单的题目 那么这种边界条件的检测 就是最主要的考察点了 OK 那么大家拿到这个 经过了这一节的之后 同时拿到相应的代码之后 大家可以把这个代码 通过这些代码呢 把这些边界天边界检测的 这些条件都补上 这样的话就可以大家 就可以增强大家在算法面试的时候 对于这种陷阱和这种隐藏的暗坑的处理能力 OK 谢谢大家 那么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们的代码实现 在我们的代码实现里面 我已经把这个代码都已经写好了 那么大家拿到代码的时候 那么就按照这个 按照我们这一节里面讲的 把这些代码所欠缺的这个边界和错误条件的检测 给补上 然后让这些算法的实现呢 增强它的正确性和它的鲁帮性 OK 这里面都是这个已经实现的代码 大家拿到代码之后 可以把这些边界条件给补上 看看这个边界条件都有哪些 哪一些是有可能输入的错误情况 那么对这些错误情况要进行相应的处理 所以大家拿到这个代码之后 可以自行用来做练习 OK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来到科尼迪斯利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后续的课程 谢谢大家